这款汤,在我们湖北几乎家家都会做的哦,在所有的汤类中,我觉得莲藕猪骨汤是最美味的,而且做这款汤,妈妈教了个小窍门,就是提前把莲藕腌制一下,这样做出来的汤会更香,莲藕更粉的哦。 准备材料,莲藕,一大截,猪骨,500公克,生姜,适量,做法步骤,一,莲藕切块后,加入一勺盐抓匀后腌制一会二,排骨洗净后,放锅里加少量的油煸炒下三,翻炒上色后剩出来沥干油备用四,高压锅里加入姜片,少量料酒后把水煮开五,倒入排骨入高压锅六,接着倒入藕块,藕腌制完后再用轻轻的油, 水洗去盐粉,盖上盖子压上二十五分钟左右期,压熟后加入掉料盐,味精,即可出锅了小诀窍,前把莲藕腌制一下,这样做出来的汤会更香,莲藕更粉的哦,猪骨挑选技巧,煮汤性寒凉,能撞腰稀,易力气,补虚弱,强筋骨 若皮胃虚寒,消化欠佳之食之,亦引起胃肠保障或腹泻,故应在骨汤中加入生姜或胡椒 猪骨断碳盐粉则性温,有止蟹健胃补骨作用猪骨,猪骨除含蛋白质,脂肪,维生素外,还含有大量磷酸钙,骨胶原,骨黏蛋白等 猪骨性温,胃肠,咸,入皮,胃精,有补脾气,润肠胃,生精液,风肌体,则皮肤,补中益气,养血见骨的功效 儿童经常喝骨头汤,能及时补充体所必需的骨胶原等物质,增强骨髓造血功能,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发育,成喝可延缓衰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